上期说啊 这个李白他干嘛不去考公务员呢 唐朝啊 是 没有胡明治的 胡明治啊 是宋朝的时候实行的 就是你考生不用署名 他论才学就行 李白没去考公务员啊 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参加 按照唐朝的法律呢 罪臣和商人之后 都是没有考试资格的 这两条啊 李白全占了 他又是罪臣之子 又是商人之后 他父亲呢 李克是个大大的商人 也就是说呢 李白是一个富二代 所以啊 这个李白 他凭什么能够过那种说走就走的生活呀 就是因为 他父亲李克的生意 特别好 而且呢 将后来呀 是他大哥来掌管 李白呢 就是白拿股份 所以呢 兜里不差钱 就曾经有记载呢 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啊 就花掉了十万钱 嗯 就比如他那个很有名的将近酒里边 就说 主人何须言少钱 竟须孤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球 祸儿将来换美酒 鱼儿童孝 万古愁 你瞅瞅 他让人家主人 把那五花马 和那皮带衣 都给当了去 完了以后呢 换到美酒 跟人家 痛饮 你瞅 你瞅这气魄 那是一般的 穷苦人家的孩子 肯定是 写不出来的 当然了 诗里边嘛 那个 说的这个 五花马 和这个千金球 这个肯定是不是 李白的嘛 是人家主人的 但是他能说出 这种话来的 那 这个气魄 就能显示出来了 人家就是一个富二代 在唐朝的时候啊 除了公务员高考以外 如果人想做官的话 也可以通过 其他的途径 那么比如说嘛 你认识名流 认识高官 他呢 也可以给你推荐 作为推荐人 让你去任职 这李白进了 这个宰相府 可是官呢 还真的是没当成 可是他当了爹了 嗯 这个许氏夫人呢 嗯 还是非常贤惠的 和李白呢 育有了一子一女 嗯 这个许家小姐呢 也相当的直输达理 两个人呢 也算 情投意合 但是吧 这个男人嘛 日子久了 这李白呢 就又想去过那种 说走就走的生活了 所以他跟这个 许氏婚姻的后期 两个人啊 可以说是 聚少离多 结婚十几年以后呢 这个许氏 病死了 李白呢 就带着自己的儿女啊 就移民 到了山东去了 李白的这个性格呀 他就肯定是不是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 他自己也嘲笑他自己 嗯 说自己是三百六十日 日日醉成妮 嫁于李白赴 何如太长妻 这个里边的那个 最后一句那个太长啊 嗯 是指的这个 西汉有一个官吏 这个人呢 是以什么著名呢 是以不顾家 而著名的 哎 这个说到这儿呢 就说这个李白这时候啊 就特别需要一个女人 来照顾他这个年幼的两个孩子 这时候呢 又有人来签媒 啊 搭馅了 嗯 谁来了呢 我们下期再讲 好 下期见